好 台风大雨来袭 今年进行拓宽的台九县玉里三明段的公路 因为工程拆除旧水均 导致公路旁边许多稻田区无法正常的排水 那么上午就有农民发现 田间淹水及稀需要紧急的来排水 拓宽中的工程切断了旧水路 而新的排水寒管又还没有完成 造成台九县玉里三明段这片农田 因为山土耳台风大雨导致淹水 农民说下个月将收割的稻子 再这样泡水下去会烂掉 因为这个排水的问题 原本它那边是有一条水锅 现在是水锅被堵塞 变成我们水没有办法排 我们现在这个稻子快要出事了 如果现在淹水的话 下一次它一定会死在腹中 希望有关单位可以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还有现在施工的关系 所以有一些旧有的原有的排水系统 那已经阻塞掉或者已经挖存 但是新的排水系统尚未发挥功能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农田 那这个全部都是泡在水里面 施工单位接到陈情也立刻赶到现场 因为这里在铁道公路交叉口 交通量大平时无法封路施工 只好趁现在紧急开挖管线排水 台风山陀尔尚未登陆 但是外围环流已经影响台湾 华联域里地区也出现了间歇雨势 更造成高辽轮天变道桥被冲毁 其民众注意雷急以及强阵风 山区沿坊摊坊落实土石流 低洼地区请盛防淹水 避免进入山区以及河川活动 记者高双双张明泰 玉里镇采访报道